What's up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在視頻創作上面三個最基礎 但是最容易犯錯的事情 OK 那第一個是幀率 很多人會誤以為說 120幀比100幀還要好 60幀比50幀還要好 30幀比25幀還要好 其實沒有的 如果你設置錯的話 會導致你畫面一直不斷的閃爍 會有頻閃的出現 那在我們亞洲使用的幀頻率 是使用PAL的格式 就是25幀、50幀和100幀 那在國外的話是使用NTSC的幀率 他們使用的幀率的話是 30幀、60幀和120幀 那假如你到了國外去旅遊 你要去拍攝旅行的Vlog 你沒有把幀率設置過來的話 會不斷的閃爍 你的畫面會也沒有辦法看 那大家會誤以為 120幀比100幀還要好的原因是 他們覺得120幀可以放更慢 那其實沒有 那只能放慢50%而已 OK 那第二個的話是色溫的設置 那色溫的設置的話 我自己其實也探討過一段時間 相信很多人在拍視頻的話 通常都是使用自動白平衡 但是自動白平衡呢 很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 如果你穿黃色的衣服 那你的臉會變得青又藍 那如果你穿藍色的衣服 你的臉可能就會很黃很黃很黃 OK 那我們色溫到底要怎麼樣去設置呢 如果像我這種燈光 是我自己控制的情況下 我知道我的主燈的色溫是多少的時候 然後我只要按照我主燈的燈源去設置我的色溫就好了 通常你在購買燈光產品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講色溫是多少多少K 那你就按照他的K值去做設置就好了 那通常的話這種環境光是輔助光 我們通常是對準主光的色溫即可 卻保證你拍攝的主體顏色是正確的即可 那這個的話是最基礎的色溫設置 OK 那現在來到未來的 我來給大家做一個補充 就是我們在室外拍攝VLOG的時候 我們的色溫要怎麼樣去設置 通常太陽光的色溫是5000到5500K左右 然後我們設置了一個色溫了之後 我們通常不會再去做變動 假設現在太陽光還是正常的情況下 大概是5000K到5500K 但是到了傍晚 如果你把色溫調到3300K 去平衡那個傍晚的顏色的話 那你就看不出來那個是傍晚了 它就會變得跟正常白天一樣 所以我們在色溫設置的時候 通常是第一個場景設置好的時候 我們色溫就不動了 然後相機的話有給各位非常多的模式 好比如說白天晴天陰天 白智光的時候 巫師燈泡的時候 你就按照現場的情景去做色溫的調控就好了 OK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對設備的誤解 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的設備越昂貴越好 我的鏡頭越昂貴越好 或是我的像素 或是我的畫質越高越好 其實並不是的 其實如果在視頻創作上面的話 我們是按照我們要拍攝的效果 去選用我們的設備的 假如我今天要拍一種復古的質感 或是一種膠片的質感 那我肯定是選用膠片機啊 但膠片機也沒有很昂貴啊 但是如果我是想要拍攝那種電影超高質感啊 顏色要很正確啊 後期要非常多的空間去做後期創作啊 那你可能就需要選用到電影級的設備了 其實在拍攝視頻最重要的是 要選擇適合你的設備 假如像我的話 我是EOS R配上這顆鏡頭 它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如果你是要拍攝日常Vlog 你不可能每天一直舉著它 連我都沒有辦法每天都舉著它了 對吧 如果你是時常出門出去拍攝一些日常Vlog 你可以選用一些卡片機啊 GoPro啊 或是一些OSMO Pocket啊 之類的這種小小的這種設備 其實它會比你一台很昂貴又大的單反 還要使用很多 其實這個是在設備選擇上 新手一個最大的誤區 大家都認為說越貴肯定越好 但其實不是 其實最適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OK 那今天的話只是來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幫助到各位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關注分享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